他這個角色會講日文 然後是個萌妹子 角色模組的部分呢 服裝是可以換T的 就是說你今天服裝壞掉 他總會爆掉 爆掉可能就沒有了 壞掉變這樣子 好 這是末日沒有辦法 不然一定會有壞掉的時候 你要從下面拉喔 他不是直接點畫面喔 是要從下面 左下角把東西往上拉 門的話也是要往上拉 拉過來這裡 給大家看機車好了 對 機車超帥的 然後這還有一個 極東女忍者 臭職的話呢 可能會需要洗澡 好洗澡給大家看一下 洗澡是需要花三瓶水 歡迎收看我不客拿鐵頻道 今天要玩的手遊是 Ligirl 這款遊戲我之前有介紹過一次 然後現在已經有改很多版本了 就是說版本已經改了一些 然後 遊戲內容呢 也算是修復很多bug 跟一些優化 然後今天的話就來介紹這款遊戲 這款遊戲呢 我剛好稍微玩了一下子 大概玩了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他現在呢 如果說你今天呢 等級6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比較多的地圖 因為我剛好稍微把他等級到6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自野雲蒂吧 這遊戲的話呢 是比較偏 萌妹子風格的生存遊戲 像他這個風格呢 大家應該已經很習慣了 因為這類型的遊戲其實住蠻多的 因為遊戲公司呢 也會去開發不同的 遊戲風格 像這遊戲風格 主角就是個 萌妹子啊 先給大家看這個萌妹子長這樣嗎 好 萌妹子大概長得這樣 像包包之類的 我是自己製作 我一開始會有先一套基本的服裝 然後現在主角的腳上一樣是受傷的狀況 因為是末日啊 然後武器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可以裝兩把 然後你可以放一把福頭 你可以不要放福頭啊 是可以啦 你可以把它卸下來 欸 包包你滿 包包滿了 然後服裝的部分都可以換 好 我先把東西放一下 一開始你出死地會在這個營地 這營地會有一些殭屍跟鹿可以打 你就一樣可以用 潛行的方式用三倍輸出 打殭屍 我這邊有蓋一個小屋啊 我剛剛蓋好了 欸 這是個帳篷 帳篷的話呢 你可以放一些材料 對 呃 好 我家在這邊 我蓋好的家 這個家的話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說什麼蓋啊 然後我有做個澡盆 因為洗澡很重要啊 洗澡的時候心情會非常的好 好 現在呢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是籠地 我有蓋一個籠地 像你這些生產物要從哪製作 要從下面 下面這個藍圖嘛 右邊是攻擊鍵 然後你背包打開後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 我剛剛拿到的物品啊 這物品現在是 收集到打死殭屍拿到一些藍圖 這藍圖 如果你今天看的話 可以結合起來 拼成六張 可以拼出一個 像是遮陽閃的那個藍圖 我現在還缺兩張 構圖 所以這個要拿到才行 對 這些藍圖可能會散落到各方 藍圖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這有一些基本的製造的 斧頭跟石鎬 石鎬 石鎬 然後這個花紋彩蛋 應該是這次的活動吧 應該是新活動啊 然後我現在沒有學習它 地板這些不用學習 一開始就可以製作了 木建的話是我十月洗的 背包的話建議先做 箱子先做 營火先做 菜園先做 草盆先做 草盆應該是會有二臭者可以用 然後雨水收集器要先做 等一下我會先做雨水收集器 因為這個東西很重要 除非洗澡以外 這遊戲角色是要喝水的 不然可能會渴死 那我這邊先把一些物件先放進來 因為像這個 雖然要少這個我現在沒有空間放 必須要趕快 趕快去製作一些 箱子 等一下 弄錯了不好意思 應該是點兩下 好點兩下可以把東西直接移過去 好我這邊要先做那個 呃 雨水收集器 就是製作 水用的 好做好了 它這個角色會講日文 然後是個萌妹子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這個角色模組 我們最後再來介紹 好現在的話呢 你製作好東西它在背包裡面 按以後 從下面要往上拉 大家有看到嗎 東西製作好在下面 然後要往上拉 那到你想放的地方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好放好了 好放好以後呢 你必須要空瓶 你要空瓶放進來裡面才行 像這邊一開始的營地有一個屍體在這邊 好 是個妹子屍體有點難過 雖然有一天它會醒過來 好我先把它拿那個過來 拚子放進去 好拚子放進去以後它就會大概十分鐘會製造一瓶水 如果你有拿到鑽石的話可以快速跳過 我這件事可以快速跳過 因為我們角色千萬不能弄乾它 讓它有惡臭值 不然會引來一些殭屍 壞殭屍會過來 不要產生 再來我先給大家看到角色模組 角色模組的部分呢 服裝是可以換剔的 就是說你今天服裝壞掉它可能會爆掉 爆掉可能就沒有了 如果今天服裝壞掉會變怎樣呢 給大家看一下 壞掉會變這樣子 好 這次末日沒有辦法 一定會有壞掉的時候 壞掉的話就會是內衣啊 好相信非常多的玩家應該會喜歡玩這類型遊戲啦 今天只要拿鐵字介紹一下 然後你可以把它穿上去 好 OK 現在就穿上去了 包包的部分是我自己製作的 大致上你們現在看到我的角色是等級6 剛剛玩了一下 欸等級7了 不好意思 好我們現在先來洗澡 如果今天如果有惡臭值的話呢 可能會需要洗澡 好洗澡給大家看一下 洗澡需要花三瓶水 好的有點起霧了 好看起來這個澡是一定要洗的啊 非常enjoy啊 洗澡是我們每天都會洗的嘛 這很正常啊 這沒什麼 好 洗澡以後呢 你的 你的人就比較不會有惡臭值啊 就比較不用擔心了 好先把這瓶子 瓶子的水煮要記得 唉唷放錯了 它怎麼放錯了是不是 好它是講日文 好 不好意思日文不好 好我們先把這個 東西放進去 像這個菜圓可以種南瓜 對 你可以看到這有個食譜 食譜的話是南瓜嘛 然後這有一個 爐台 爐台的部分是 你可以做南瓜派 鹿烤鹿肉啊 烤狼肉啊 還有麵包也可以做耶 還有這個樹莓湯也可以 像這個我已經做好肉排了 欸我的肉排咧 欸我肉排 我不見了 好在這裡 還在這裡 好拿進來放 這邊 這邊 主東西必須要合成的材料 就是可能生肉那些 你就放到上面 下面放 這個木頭就可以了 放這個木頭 白色這個木頭就可以了 這個木頭應該是松木吧 喔是畫木 對 好那我們就先這樣吧 在這邊 我看一下喔 砍樹這些東西 你都必須製作 斧頭 你才有辦法砍樹 這個遊戲比較特別 像草的部分 草的部分 是要用砍的 不是用採集的喔 你要用砍的 才有辦法喔 然後這樣你在採集地 會遇到一些AI玩家 AI玩家會帶著狗狗 現在這遊戲有狗狗 有沒有看到 左邊有一個寵物口袋 需要介紹寵物小屋 來獲得寵物 寵物小屋的話 我不知道等級到多少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看 我們先做箱子 箱子一定要先做 你這樣如果沒有箱子的話呢 非常麻煩 因為你沒辦法放東西 所以箱子一開始 一定要先做幾個 好可以放了 現在五個箱子可以放了 就從下面移上來就好了 好那這個門有發現啊 它門是沒有那個 沒有移散的 是比較好走路啊 如果問題到時候再說吧 好的 完成了很多箱子 現在先喝水 機殼子跟機殼子 如果到零的時候 腳是會損血 所以這一點大家特別注意啊 一開始 這個遊戲有送一些鑽石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影Bugs這邊的話會送一些 會送一些東西 吃的 像這個是我剛剛 那個每天獎勵拿到的 有馬卡好像寵物飼料 我先不拿 因為先儲備放著就好了 這邊可以看到很多禮包 是商城的部分 給大家看一下機車好了 機車如果已經花32塊 可以有機會抽到機車的材料 有藍色的油箱啊 這是那個火花塞 火青塞 對 機車超帥的 機車也有了 機車是移動中會藍 就是你可以移動到其他地圖啊 然後消耗汽油這樣 哇哇哇哇哇 好這個是套裝啊 這也是一樣稀有物 你可以抽到一件 不是一整套 應該是一次抽一樣吧 然後可以一次開幾樣這樣子 然後再有一個 我的AK 好這是小惡魔套裝吧 商城也蠻酷的 然後再還有一個 極東女人者 好 都很辣 OK 大致上來講 這是商城 商城大家再看一下吧 好 最重要是一開始 你到這個地圖的時候 你可以先把殭屍跟路給清完 然後先蓋基本的房子 我直接先教大家怎麼蓋房子啊 你蓋房子的話呢 畫面的右邊有一個建築按鍵 最右邊這個按鍵點下去以後呢 你會看到下面有地板 這是地板 然後 牆 門跟窗戶 還有這個圍裡之類的 圍裡我真的沒蓋過啊 我先蓋地板給大家看一下 地板已經可以一開始 你先蓋三層三 好 這邊我可以先擴建 因為我家現在變大了 擴建一下 你要從下面拉喔 他不是直接點畫面 是要從下面 左下角往上拉 好 拉上來以後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就可以讓家裡面擴建 像我可以把家住大一點 然後當然也是有建築的技巧啊 這個之後再分享好了 好 我們先 門的話也是要往上拉 拉過來這裡 然後這是窗戶 他這個門的話是沒有 沒有那個 會動的一扇門那種 就是直接就是一個門 這樣子 這樣走路其實比較方便 好 炒不足了 像我要這個的話 下面有寫到草跟木頭 跟畫木 就是要各一個 我先看看可不可以做一個木刀 三個 三個木頭可以做一個木刀 我先做木刀好了 因為我武器可能快壞了 當然我三個木頭 你可以透過下面這個藍圖 有一個錘子這個 然後到裡面去做木刀 好做好了 如果你要出去營地的話 你就走到外面來就可以了 碰到這聲音就出來了 好現在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地圖的部分 地圖的部分呢 這邊有些地方有限等級 等級不夠可能不能過來 對 像我現在等級到六級以後呢 有些地方是要十五級才能過來 像這是停車場 然後這是初級的採集地啊 初級的一級的那個叢林 二級叢林 三級的森林 森林 對 這個應該是農場 農場的話要有鑰匙才能去 然後我現在有鑰匙了 應該是可以開農場大門吧 再來這邊有個類似殭屍草的 就是 會有三隻殭屍在我家裡 然後剛剛其實來過啦 然後那畫面就是三隻很弱的殭屍 我遇到是很弱的殭屍 最重要是帶車 這台車的話有生命物資 像你剛才有沒有看到馬卡龍 這個就是 我這遊戲你宰好三天啦 然後今天玩 我有拿到六十個鑽石跟這些東西 所以你七天的話可以拿到手槍 這些東西可以給得到 所以你就玩七天的話可以拿到這些資源 資源會在inbox裡面 在你的inbox就是 你現在那個shopping shopping的話這邊有個inbox 這邊就會有馬卡龍 然後寵物飼料 寵物飼料的部分我剛好看一下 藍圖裡面啊 你必須 先做好寵物的房子 可能才找到寵物吧 寵物小屋這個 這個其實我也可以做耶 可是要木板 畫木板我還沒有辦法 好這個先不做好了 因為這要花點時間 我到時候如果有做寵物的話 你可以 寵物會跟著你 就是寵物系統之後再研究好了 今天主要先帶這遊戲的 內容給大家看 主要是試玩 這邊的話家裡面的植物會長耶 這個草原被我砍完了 現在又有了 好太好了 藍圖畫隨著等級升級的時候 你會有點數 右上角有13嘛 那就是點數 點數可以學習說你想學的東西 像有些武器呢 攻擊力比較強 像木刀攻擊力就是比較基礎的木 攻擊力比較沒有那麼好 然後一開始先做的東西 就以斧頭跟鎬先做 再來就是 箱子 武器 防射 草棚 這些可以先做 還有像這個 雨水收集器 這邊的話寵物小物也可以先做 你之後也可以養狗 狗畫應該是像哈斯奇那樣的狗狗吧 到時候再研究一下 然後我分享一下就是 左上角的部分 這邊有個名稱可以改 右上角真的有地圖嘛 地圖有個齒輪點下去 這邊可以調整遊戲的音樂 音量 音效 也可以調整語言 好 影原的話現在還蠻多的英文 然後 泰文吧 韓文 中文 簡體字都有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這款遊戲的話呢 就是一款妹子的生存遊戲 如果大家喜歡玩的話呢 可以直接下載下來玩 因為它是一款免費遊戲 現在版本改的還不錯啊 就是比較流暢的 玩起來還蠻輕鬆的 你可以先到採集地去 簡單的打一些殭屍啊 去增加你的物件 然後一開始那邊有個屍體的部分 你可以從上面撿到一些物品 好 今天這款遊戲呢 就先介紹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這款 萌妹子的生存遊戲的話呢 可以在我影片下方有連結 可以直接下載來玩 它是一款免費遊戲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喜歡 也可以持續訂閱我 也謝謝你的收看 下遊戲見囉 掰掰 掰掰